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身 这是天母过海的时候 那个燕宫 李妍脸色惊异 嗯 是她的两根触手 类似于念头化身之类的东西 可能是想去别的果实试探看看吧 丹娘说得轻描淡写 李妍后几辈却一阵发凉 尽管李妍已经在炎府中沉浮了半年多 丹娘也是从别的果实进入自己的生活当中 可以想到燕宫这样的怪物有可能跟着自己回河间老家 李妍还是有强烈的不真实的感觉 无论在其他果实有再夸张离奇的经历 只要回归 那些神鬼的光怪陆里就像泡沫 一下子被戳破 雾霾 高速路 路边滩 既要金山迎山 也要绿水青山的横幅标语 车水马龙 高楼大厦 人们念叨着工资和油价 这才是李妍二十多年的生活常态 直到这两块焦炭落下 李妍才惊醒 果实和果实之间是可以流通的 那些怪异神鬼 奇人术士和自己自幼生活的环境 都处在同一棵果树上 当然 强如燕宫 也未必真能动摇这个看似繁华 平和 温吞的世界 毕竟是个现代人 李妍对科技武器还是有一定的认识的 如果不顾及对环境的危害 现代各类军事武器的破坏力 比起网上吹噬的那些 班山填海的妖魔神怪来 真未必差多少 天 巧子久 目前已知 唯一产生严妇行走的果实 李妍貌似想起来 果实的序列越靠前 便代表这颗果实的疆域越广阔 蕴含的能量也越恐怖 这么看来 其实自己也没有太过其人忧天 而且很显然 严妇并不乐意看到燕宫这样的偷渡客 而同样是果实中的异类生灵 丹娘却受到严妇的包容 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差别 船船 丹娘手里有来自太岁出来的严妇船船 李妍想着这些 扬起手里的六文金钱 黑棋轨垂着头颅 化作一道黑流 涌入六文金钱的方孔当中 他肩膀土花生壳的白老头梅流神 压的一声被收了进去 花生洒了一地 我看看刀子那边怎么样 对了 既然你也能自由进出严妇的话 我只能跟着你 才能出入不同的过失 没有严妇事件的要求 也没有奖励 这么一想 我和那个叫冯怡的脱落者 更像是一伙的吗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不过 李妍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默默地记在心里 这次发达了 扎小刀吼了一声 他一拍大腿站了起来 脸上满是兴奋 收获不小吧 下次你看见就知道了 俩人都会做人 没必要隐瞒什么 对方有需要就如实回答 可也不会上赶着去追问别人的收获和底牌 点到为止 对了 这次我海掉了不少珍贵食材 佛条墙也差不多能做出来了 咱俩回去碰个头吧 我那边的厨房用得顺手 好 李妍点点头 一翻手 点话后的太平文书 送到扎小刀面前 用得上 扎小刀看完提示 颇为讶异地看了李妍一眼 心里有点不好意思 306刀 我用到红年马月去 不管怎么说 这次是我占你便宜了 扎小刀摸了摸头皮 回去碰头再说吧 好 扎小刀强化了传承之后 太平文书又消耗了二十来道 对了 你的乡君传承怎么样 六次20% 拿到的几率很大了 李妍脸一黑 扎小刀也没有注意李妍的脸色 手里拿着一个淡金色的茶叶罐子 带我进来那位 说故事罐子最坑人 有人花了几万点 出了一屋子的垃圾 平常我也不买 这次我试试 你要不要也来一个 算了 下次吧 李妍一呼气 她倒不是插那点点数 就是心里堵得慌 宽敞的院子里 李妍穿着白色的跨栏背心 脖子搭着毛巾 吐出一口牙膏水 要说人比人啊 真是气死人 莫当初来音像店找李妍 也是这身北方大爷时的打扮 也是二十多岁 可肚男往前一突 要多寒碜 有多寒碜 换李妍穿着一身 宽肩背后 双臂匀称称的肌肉囚结 两眼有神 湿漉漉的短发顺着下巴 滴滴答答的流水 拿白毛巾往脸上一盖 擦干净之后 清爽无比 旁人瞅着也痛快 李妍吐了一口气 看了一眼水中的自己 重合效应 李总气 天保仔 他喃喃了两句 揉了揉脸 把毛巾往肩膀上一搭 往屋里走去 这是归来之后的第六天 无论是酒药的考核 还是始祖特工序列的拍卖 都没有消息 李妍每日抖枪练拳 以及泡昂贵的药汤之外 反倒觉得有些空落落的 无论是翻腐厮杀 还是勾心斗角 都是昨日黄花 倒让李妍有点想去南洋 见见秀儿 反正两颗果实时间流速不同 在那里还能多休息一段时间 屋里头 丹娘穿着白色毛衣 正摆弄空调 照遥控器的时候 打开储物柜子 才发现 里头躺着一台铜色的流声机 她猝着眉头 盯了好一会儿 越看着东西越眼熟 李妍哼着样板戏转进李屋 他来回溜达两雀 翻了几个抽屉 才拿出一根耳瓦勺来 女人的声音从外屋传过来 我说 柜子里的流声机 你是什么时候买的 李妍瞇着眼淘耳朵 也没在意 上次在燕都 我看你喜欢 抽空替你买了 正赶上老头子出病 心里一慌给忘了 回来才发现这玩意好像坏了 就没告诉你 准备哪天找过人休休 明天我去修吧 丹娘把柜子合上 左右寻摸了一下 踩着凉鞋 垫脚尖去个柜子顶上的遥控器 我来吧 这玩意现在会弄得不好找 李妍的声音传过来 这间宅子是李妍的祖产 算上院子和练武场 五百多平米 平房 六七个人住都不嫌疾 现在空了大半 李妍和丹娘一人一歼 两个人关系有点暧昧 但是也没捅破 平时起居 丹娘会帮忙收拾屋子 她就这样住着 平时上上网 李妍自然不会言语 说实话 李妍头一次觉得 老家房子多 不是什么好事 她想起这个 貌似无意的问 对了 我上次说我想搬家的事 你觉得怎么样 老家这边交通不方便 往京海城里住 条件有好点 就是房子肯定没这么大的 我觉得还是住的宽敞些好 对了 你钥匙在哪 我房里 书柜上 刚说完 有人砰砰的拍门 李妍一拧眉头 几步走到门口 一拉门栓 看到外面的人 火气才消了大半 婶儿 怎么了 外头是自家两辈的邻居 自己打小叫婶婶 姓崔 没有五十了 崔婶的眼带红肿 眼角一道又一道的皱纹湿润 显然 是哭过 她一把拉住李妍的腕子 手掌冰凉 大眼哪 婶儿找不到别人能管了 婶儿求你一回 你拉拉你搏 你要不管 你搏这条命就没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服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山静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